如果要正向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好多種 這是反向的 正向輸出 然後反向輸出 然後正向加空白 正向有沒有 反向加空白 四個 OK所以待會有四題 請各位分別把它完成 那寫法有複雜寫法 也有精簡寫法 要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如果要輸出這樣的話 那其實寫法 這個是寫好的 把它delete好 OK 那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先跑一個for回圈 for i 十三 十三列 所以就十三 for i 等於一到十四 它跑到十三停下來了 接下來的話呢 for j j 的話是決定要輸出幾個 所以呢 for j 那 j 的關係 跟信號有什麼關係呢 它一定從第一個 到幾個呢 跟 i 有關係 因為 i 的話是 如果是一列 它就輸出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 我可以輸出 i 可是如果 i 誒 它第一個e嘛 可是這邊應該是 1的後面那一個 所以怎麼樣 加 1就可以了 有沒有 有沒有第一個 然後加1就2嘛 所以1 它跑一個 那跑一次的話 所以跑一次 那你跟它講說 當我print什麼呢 print那個信號 那後面的話不要 enter 所以你就加一個 end end等於沒有 ok 它就怎樣 跑這個的時候 第一次它就跑一顆星輸出 第二次的話呢 就跑兩顆星輸出 那但是呢 你跑完之後呢有沒有 最後一樣 跟那個 丟著成馬表一樣 還要在這邊加一個print 不然的話 就變成全部串在一起了 ok 跟剛剛有蠻有點像 這樣子的話呢 程式基本上 就寫好了 ok看一下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一個 然後呢 假設從第一個 它從一開始嘛 1加1 就輸出一個 然後再來2 2加1 就也是輸出兩個 三個 四個 意思類推 然後輸出幾個信號 後面不要換行 到什麼時候換行 到整個跑完之後 再換行一次 那不就剛好符合我們要的 所以執行一下 看結果 ok ok 執行 好 有沒有發現 第一次一個 第二次兩個 三個 最後十三個 ok 看得懂啦 那這裡的話 基本上呢 還有一種更簡單的寫法 因為 Python有一種特性 就是呢 它輸出幾個 星號的話 它可以用成的 其他語言 沒有那個字串可以成 但是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 它的字串 可以用成號 成幾個 那如果成幾的話 就是意思說 我要輸出幾顆星喔 所以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那寫法喔 我稍微說一下 如果我用第二種寫法 精簡的寫法 這邊把它鑄結掉 其實只要兩行就可以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按個TAB鍵 print什麼呢 print 特別注意喔 星號後面可以加一個成 特別這種寫法喔 剛開始我不太習慣 為什麼 VBA沒有這種寫法 字串就字串嘛 字串還可以成喔 真的 Python裡面可以 它意思就是說呢 可以幫你輸出幾次 所以如果你這邊 乘 乘一它就輸出一次 乘二它就輸出兩次 也就是這樣 那我就幫它乘多少 乘i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這個地方 它剛好 乘一輸出 然後自動 剛好print 就是enter一下 然後乘二就剛好enter 所以基本上 什麼都不用寫 乘是寫完了 就這樣而已喔 這種是精簡寫法 當然如果 你想說老師 那剛剛那個方法 就不用講了 直接講這個 可是問題是很多地方不見得 就是用字串可以輸出的 那你也只能用這個方法 像那個 Judon的Mabel 你就不能說我用乘就輸出 不行 好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用什麼 星號乘幾個 乘喔 乘幾次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結果一模一樣 OK 所以這個你剛好是 星號輸出可以這樣用 看得懂這意思啦 所以他就是 如果 一嘛對不對 他就是 輸出一個 剛好print之後 會自動換好一個 二的話呢 就剛好乘兩個 乘三個 乘四個 所以這一招呢 以後如果你剛好那個字串 有要輸出一樣的字串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一招 但是這一招好像 在這個輸出好像有用到 其他地方 印象中真的還蠻少的 因為字串裡面 要乘輸出的地方好像蠻少 OK 所以 知道一下 那第二個請各位把它翻轉 什麼叫翻轉 就是呢 我希望倒過來 其實倒過來很簡單嘛 如果我希望 用十三到一的話 十三到一 剛剛有講過的 哪邊下手 十三 到一 這邊要叫做什麼 零 豆點 負一 誒 對 OK 所以他這樣怎麼樣 十三 我先輸出 十三個 在十二 一直到零的前一個就一 就停下來 所以輸出看看 執行 OK 沒有問題 當然這個的話 除了精簡版 倒過來你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 假設你不要用精簡版 有沒有辦法 也可以輸出 所以這個的話 假設你不要精簡版 你用這個來做的話 十三 輸出 輸出的話跟什麼關係呢 跟他輸出幾次有關係 所以這邊後面的話 變成什麼 跑幾次 一 到 十四 誒 所以其實好像這樣也OK 所以其實這樣也不用改 我看一下 職業執行 是反向 也OK 所以 其實如果剛剛的版本 不是精簡版 也是改上面I的部分 其他不用改 OK 那這兩個如果做完之後 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動作比較快的同學 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我要怎麼樣 前面加空白 前面怎麼加空白 意思就是說 這邊總共13顆星 那如果第一顆星 前面就是空白 空白的話就是12個 11個 一直到這邊是1個 所以這部分的話 怎麼樣 輸出的時候 順便加空白 你看這個精簡版可以嗎 可以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OK 也就是說 如果我要輸出的時候 前面先輸出空白 再輸出星號的話 那空白跟星號的加總 剛好就會是13個 這樣要怎麼做 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也許可以的話 先把前面那個正向的先輸出 再想想看 反向怎麼 就是加空白的部分 先正向再反向 然後先複雜的 然後再精簡 你不要一下子就精簡 精簡的話 你可能 因為很多地方 不見得都可以用精簡的方法寫 因為這一題剛好是 都剛好輸出星號 好 好